她三次出轨或前妻原谅,渣男转性在娶小19岁嫩妻,在脸书放闪大秀恩爱。 现年55岁的郑静姬,这其恋爱故事比电影情节还要戏剧性,曾有一段破碎婚姻,之后何比自己年轻19年的圈外女友结婚,前妻不计前嫌大方原谅,以对子女与周保持良好关系,会邀请子女一起参加蜜月旅行。 人生半百,郑静姬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家人重要。一加一的深情就讲述了郑静姬恋爱路上历尽波折,直至2016年,与前妻遇有一对儿女的她在跟女友Angie步入教堂,手腕手朴出美满良缘。 一,半生花符,前妻接出轨三次。 郑静姬八十年代出道,红了一曲酒杯敲钢琴,可惜红歌不红人。 周与前妻Winsome于1985年认识,1990年在泰国结婚,婚后诞下一次一女郑嘉阳,JG,和郑姨阳,Natalie,1995年举家移民加拿大。 可是婚后,依旧花符,屡次发生婚外情,最少三次被前妻揭发仍不知悔改,最后令家庭崩塌。 当时1998年,走平如电视剧《烈火雄心》饰演司徒搭一脚,结局跳楼自杀让全港喊爆而爆红,事业攀上高峰,但讽刺的是为了挽救婚姻,需要马上放下一切回加拿大孤包,可惜一切已经太迟。 Oi曾在访问提到,回港拍《烈火雄心》之前,前妻已经提出离婚,拍这套剧大约要半年,Winsome说,你返香港半年,我觉得呢,我无想你每一次无打电话翻离,又或者递到你撵新闻,我的心会承受好大开窃,不如我弟离婚了。 郑敬基承认自己出轨M4,令前妻过注提心吊胆的生活。 2. 前妻大放原谅,子女毫无怨恨。烈火雄心50点收拾,终于等到机会上位,但肘没有理会,急回加拿大孤包,可是前妻去意一绝,不想再过住担心受怕的日子。 3. 离婚后半年最难熬,周搬到一间破屋自责碰哭两年,需要寻找婚姻辅导,与妻儿坦诚相对,获得原谅。 4. 郑敬基长子硕士毕业。 5. 前妻不仅没有为周做过的事而跟他断绝来往,甚至辅导子女,叫他们珍惜家庭时光。 5. 刚离婚的一年,连接圣诞节,周离婚后首次看望家人,前妻和子女没有怨恨,周一进到房子,女儿走上前亲他,儿子和他也很多话说,前妻还叫子女和爸爸讲晚安,前妻真的很宽宏大量。 5. 离开家后,回望过去,终于感到失去家庭的滋味。 5. 周在破屋自闭两年,对生活失去兴趣,不想接触外人,只想追回前妻,但前妻拒绝,更找到新的另一半。 5. 周在破屋自闭三五人行,情敌变成朋友。 5. 一对子女跟随前妻生活,而前妻两千年与男友皮特在婚,情敌皮特也是一个大好人,不但感谢周出席婚礼,见周腾熙子女, 5. 甚至把家里的锁石也给了她,让她可以随时到家里看望子女,大方的令人难以置信。 5. 他们搬了五次家,皮特每次都有把家里锁石给她,更主动踢出到机场接送周,视周为朋友。 5. 前妻的大方,夜领周。 6. 周尤其感动,有次他们二人吃饭,前妻坦言觉得周对子女很好,但一转脸就愁眉苦脸,特别开解她说, 6. 你记住,即使第日你老做,第日再婚时过第二个女仔,你小朋友永远都稀你,原谅你。 6. 第二,我都原谅做你。 7. 第三,主都原谅你,但你要原谅自己。 8. 正性鸡飞去加拿大参加儿子的婚礼。 4. 浪子回头,修心阳性。 8. 家庭剧变令周学懂珍惜身边人,对于偷识,他明白道,逢场作星,完除感情,会伤害到好多人,即搁置了一些真正应该投放时间,应该灌溉的事情,例如一对子女。 9. 周简直痛到,哭到抽搐,回首一望,发现错过心爱的人和珍贵的光阴,所以以后加倍爱惜一对子女。 9. 现在她的长子硕是毕业,成家历士,女儿也即将大学毕业,正性鸡很感恩,我们关系非常好,尤其是阿女,如果要我竖头三个最要好凯朋友,她是其一。 9. 彼此什么也轻,所以我很满足,如果当日选择事业,只能提供经济需要,换来却是关系疏离的宰女。 5. 迎娶年轻19岁女友Angie,好似中金多宝。 6. 2016年5月周再婚,迎娶小自己19岁的圈外人Angie,望一年恋开花结果,一对子女都有钱来和爸爸再婚。 6. 二人拍拖半年就善婚,周曾说过。 6. 从未审过自己可以问到个伴侣愿意从自己走买一起。 6. 多谢上天赐那个太太比我,一直过往自己有个包袱,毛审过中间可以得到那个大奖,好似中金多宝。 6. 好担心自己配武器对方之计,收到太太发联一张卡,写住郑静静你不需要成功,不需要完美,你还是最重要。 7. 结果我同那个女在一起。 8. 多谢太太令我成为一个配得起徐开男人。 8. 在婚前周都有所保留,担心自己以往憾事,年龄差距和过往婚姻,会影响关系,但Angie的答案令她充满信心,我会接受你,你无事再问。 8. 二人经常结伴游玩,周游立国,放照片上Facebook,十分闷爱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